最後這一段叫做 金屬的冶煉 就是要把金屬從氧化物當中還原出來 變成我要的金屬 原來的金屬 從礦物中提煉出來 叫做所謂的冶金 然後我們像這個金跟火 因為火性很小 所以自然界會用元素在存在 其他都會變成什麼氧化物啊 牛化物啊之類的某種化合物在存在 來存在我們的礦物當中 然後我要把它從化合物當中還原 讓它變成我們所需要的金屬元素 然後呢 它通常都會是氧化物 如果不是氧化物 就是想辦法斷燒變成氧化物 然後再利用氧化還原的方法 把它從礦物中體驗出來 所謂的還原器 我們通常會利用碳 碳因為便宜容易取得氏 不是因為火性的關係 其實新的火性還不夠大 不太好用 碳的火性稍微大一點 比較好用 把它還出來 就是做法 就這個意思 OK 那我們教的叫做鐵的冶煉 有個補風爐 看一下裡面放些原料 煉鐵 那你需要鐵礦 那我教一個還原器 我拿了煤焦焦炭 同時我們加了灰石碳酸幹 灰石碳酸幹 然後呢 這灰石有用 等一下再說 然後煤焦是要當還原器 要當作燃料用 燃料 因為它要高熱要燒掉 好 補風爐放入飼鐵礦 然後有個比例 這邊一句話帶過去 好 每一個煉鋼廠 就它自己的配方 有它根據鋼材的不同的需要 各種的處理方式 所以我就不用管它了 我還丟下去 然後有熱空氣 讓它反應能夠快一點 然後呢 第一個呢 那就是這個這裡面的碳會燒掉 燒掉 然後因為裡面是密閉空間 氧氣不足 所以會形成的是液氧化碳 那麼這一個方程式就是 我的赤鐵礦碰到液氧化碳 會還原變成鐵 那如果沒有燒掉碳 也可以當作還原器 就是下一個方程式 我們的赤鐵礦加上碳 還原成鐵 所以呢 我們就加入煤焦的目的 就是要當作還原器 它燒掉變成氧化碳 也是還原劑 還原劑 那我們的三氧化熱鐵 還原成鐵 還原成鐵 OK 那 有一個炸 我們剛剛有個碳酸鈣 加入幹嘛 它第一原來在裡面受高熱 會分解第一個方程式 這以前跟你寫過 讓你記住的 碳酸鈣受熱會分解 氧化鈣跟二氧化碳 然後這二氧化碳也一樣活不久 因為密閉空間 氧氣不足 你不可以一個人拿那麼多的氧 所以你還是會變成氧化碳 變氧化碳又去幹嘛 就去當作還原器 去還原我們的鐵礦 然後呢 那這裡有稱成一個氧化鈣 然後這個氧化鈣碰到泥沙裡面的成分 二氧化碳會產生一個叫做天溪酸鈣 俗稱叫做融渣 這個融渣 融渣呢有幾個功用 第一個呢它的密度比較小 會浮在我們煉出來的鐵水上面 它就會隔絕空氣 避免我們剛煉出來的鐵再度氧化 但是白煉了嘛 本來氧化的鐵 煉完便體就變成氧化的鐵 白煉了 所以就是防止我們煉出來的鐵再氧化 第二個呢這個融渣可以回收再運用 可以做水泥 所以呢我們就說我們幹嘛要加碳酸鈣 因為它會產生氧化鈣 然後幹嘛 會去跟泥沙作用形成融渣 融渣要什麼用處 用出衣 得絕空氣 避免我的電鐵再氧化 第二個可以做水泥 可以做水泥 OK 就是把它記住 那最後呢就是 我們剛剛煉出來的這個鐵 含碳量比較高 比較硬 所以呢 但是呢比較脆 所以不適合敲敲打打 所以適合鑄造不適合鍛造 所以稱為所謂的鑄鐵 或者所謂的升鐵 所以剛煉出來的鐵叫做升鐵 含碳量高 然後適合鑄造 所以叫做鑄鐵 然後如果我想辦法讓裡面的碳少掉 它接近純鐵 它叫做熟鐵 那接近純鐵 金屬有延展性 所以可以來敲敲打打 所以可以拿來鍛造 所以叫做所謂的鍛鐵 所謂的鍛鐵 所以跟你說一下 一個升鐵 一個熟鐵 一個含碳量多 一個含碳量很少 然後呢 一個適合鑄造 一個適合鍛造的名詞 那個鋼 鋼的含量記在中間 在中間 用途比較廣泛 這樣子 要記一下 含碳量多跟少 以上所說 就是有關於金屬冶煉的部分 請了解一下 煉鐵的時候 我加了什麼東西 然後誰來當作還原劑 誰會形成熔渣 熔渣會有什麼用處 然後背一下 升鐵跟熔鐵的狀況 含碳量的多少 這樣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請寫科學歷史 好